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也还可以做的 如果你AD卡都可以 当然当平民一般要穿越到16%大 如果你是只有公卡H1Visa没有的话 那真的是要穿越16%大 但是如果你是H1Visa 还是给做ADK10都有机会做做加募 那当然我觉得硬看要求 比以前稍微有一些 也真的是希望大家还是要一些reserve 在这我说在这个比较动荡的时候 大家真的要多存点钱 就三到六对reserve还是需要的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各种贷款我们讲过 我们即使到今天这么动荡我们公司来说 不管什么贷款 只要贷款找万通的话 各种贷款不落不通 聪明省钱万事通 什么意思呢 你找到话像我们F他们每天都会帮大家看一息的话 一息找很低 你可以省钱 这个时候我想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家里面 我说你平时开销吃饭什么都很少 关键最大的开销就是Mortgage 好 明白了 谢谢James 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请资深贷款经济 April来回答 April很多精明的要买房子的人 不管是屋主自住 不管是屋主自住 或者是investment property 他都想说 SIP结束了以后 他真的就要出去买房子了 那么他们应该做什么准备呢 如果他是有RSU 或者是他自己有房子 要靠Departure的房子的Rental 来qualify吗 这些program方面 他们现在有什么的expectation 有什么样可以来应用的呢 其实在我们这边这些都还是可以 帮他们qualify的 现在我就说 我们其实一贯强调pre-approval的重要性 但是这个时候有且重要 我就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COVID-19期间 那个各大银行都大幅度的收紧 它的审核条件 然后增加它的首付啊 reserve 的要求 那你在之前做的pre-approval 很有可能已经不符合新的条件了 所以呢 如果你的pre-approval 不是在五月做的 我建议你联络你的lender 重新确认你的qualification 如果还有就是你的工作跟收入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 或者受到影响 也要立即通知你的lender 比如公司temporary shut down 还是就是说把你放在furlow 这些都会对买屋贷款 跟审批呢 还有这个close 这个timeline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就是说 这个我建议呢 offer之前呢 都要重新再revisit一次 这个一定要慎重 因为这个现在的变化是 weekly 甚至是daily OK 所以现在是五月半 那所有的资料都要 most to the很current 的一个时间 这样子这个lender的角度 才说你所有的资讯 都是最current 的 然后才不会影响到放款 是吗 对 这个最current 的 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它的条件已经 就是说它down pay 原来是有些就是 已经要求从20% 跟30% 这个不是说 我是泛泛而讲 是各大银行 跟就是broker 什么 但是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我思想 对就是说我们 还是可以做10% down on the jumbo 那我们还可以用RSU income 来qualify 我们也不需要说去 你是不是你这个RSU 要liquited 来做down pay 也只能两者选 不需要 我们两者都可以 就是来qualify as assets and then as income 所以还有呢 就是这个departing the residence 这个rent 也可以拿来qualify 这个是很多银行 都是不行的 所以呢我就说这个 所有的观众朋友 好找贷款 一定要找规模大的 program 多的这个mortgage banker 像GMCC 那我们在最非常的时期 也是让你贷到款 那如果说 你有一个solid的preapproval 在手上 你就占有很多优势 很多人拿不到贷款 那你能 你就是胜者 那以前可能抢不到的listing 都可以有机会拿到 听起来是十分的圆满 非常好 感谢April 那James在5月份GMCC的openhouse 还是用videoconferencing的方式来进行吗 对 没错 每次要Apple讲一些SIP 这个好的国家找我们GCC 特别想找非常有经验的 我觉得 各位大家找的最好的办法 我也欢迎大家 不管是small media的 某些博客 nooffice 也加盟我们GCC 可以转信到650-996-198 那么我们可以开展是不是 我们就很好的威力帮助大家 因为我觉得整个大方向讲 他们有几个data说 今年的话 差不多下面12到48 所以三分之一的house hole 是需要同期待 好 那就说 有机会找我们解释 好 这个时间非常用的 非常巧妙 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的 都已经都说完了 今天再度感谢两位 谢谢James 谢谢你 也谢谢April 谢谢两位 谢谢Lily 谢谢James 更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 祝您周末愉快 健康喜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